黑子聊事記 甜甜ACG 大家好黑子 今天影片會稍微長一些 我們會先看一下 義大利這個文明 從剛開始推出 在經歷多個改動之後 起起伏伏 有nerf 有buff 有增強 有削弱 我們就來看一下 義大利如何在這條修仙之路上 本來應該是修仙的正道 那為何 入魔之後 越走向邪魔歪道之路 簡直是進到一個 很讓人難以想像的 地方去囉 所以我們會有三場紀錄檔 首先一開始看到這個畫面呢是 去年的 5月25號這邊推出了 地中海 地中海的兩個文明義大利跟馬爾他 原本一開始大家認為最 最邪魔的其實是馬爾他 因為他是一個很 適合規的 一個文明 不管是他的指揮所的 地下衝動 他的這個固定砲 光是這兩個元素 就足以讓他成為一個 規規文明 反而是意大利 大家其實 很不明確 意大利這個文明到底是 要怎麼樣去活用他的 倫巴底 還有他的建築石 他其實的 山村加一個建築石 實在是非常的 弱勢 所以 剛開始在推出這個 兩個新文明的時候 馬爾他其實是大家比較快上手的 畢竟以前玩 弩毛 或者是玩血虎槍馬 其實都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意大利本身由於他的 初期的經濟 比較吊詭 在流程上很明顯的跟所有其他文明都不一樣 而且是差非常多 即使跟他的 歐洲好朋友們 他都是屬於 非常的 詭異的 異端 大家不清楚 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把這個文明玩得 很強 所以大部分都會依靠一些比較特定強大的兵種 不管是傭兵卡 或者是他的時代四 部位的神射手 變成一個大家很常去 依靠的戰術 或者是在一開始很強的這個 火槍兵 破旁盟友 那也是大家很常見 在一開始義大利剛退出的時候 就是想辦法從時代四 把破旁盟友 叫中國火炮給發出來 隨著我們來看一下第1次的改動 在第1次改動中呢 他去調整了義大利人 從教堂 他訓練的這個 不管是騎兵 還是什麼 他的 有點像騎兵的兵 還是什麼一些 特殊的一些 像 聖殿裡面的間諜跟牧師 訓練多久 會到 再來是倫巴底的投資上限 從原本的1500條到3000 都是一些 比較 跟這個教堂建築物本身 有關的 我說我們叫他聖殿 宗座聖殿嘛 他這個跟這個宗座聖殿 比較有關的一些改動 再來是烏菲茲 烏菲茲本來 他給的經驗值系流很多 那現在把他下修 接著 馬可波羅這張 這張卡以前也很強 他從時代1變到時代2 再來是阿爾巴尼亞公司 其實就是給那個 波士尼亞騎兵跟巴爾幹 那以前 一開始的時候是送 44 就像現在這邊寫的 但因為有一段時間 波士尼亞太強了 那個時候還不是現在這個版本 就是他不需要精神 反正數值超鬼 原本是44 後來改成34 改成34 然後 商業共和國這個 也是 以前有在用 但是後來 被改動之後 這張卡就沒什麼人在用 給大家看一下商業共和國這張卡 這張 這張卡其實現在用的人幾乎是 已經 消失了 沒有什麼人會在用這張卡 再 往後 在第一次改動之後呢 其實還好就稍微小消一下 去調整一下倫巴底 再來給他兩張新卡 一張叫做羅馬戰術 一張猴三軍 看一下中文這邊翻成什麼 這邊一張是 喔這邊翻成加里坡底的支援軍 跟 義大利的三地步兵 就是 羅馬 他寫羅馬戰術 應該是 這張這張 羅馬戰術 他其實是可以提升 長矛 擊兵跟持盾弩的生命值 但是 由於 義大利最暗用的兵種 是他的 這個 義大利神射手 所以 變成說這張卡的效果呢 很吊詭 大家不是很喜歡用這張卡 但是另外這兩張就還蠻常用的 像這個 義大利三地步兵 跟這個 加里坡底的支援軍 他其實 在實用性來講呢 就比這個 羅馬戰術還要來的 強得多 所以這個版本改動 本身也沒有什麼問題 他其實在中間有個小小的問題是 波士尼亞 這邊沒有寫 看一下這個版本有沒有寫 這個版本也沒有改 好接著我們再看 第三個 因為有一個版本是有調整波士尼亞的數值 但是這幾個都沒有 好我們來看一下 義大利 首先呢 義大利本身他的 卡片需要累積的 經驗值 在一開始就寫的 比一般的歐洲國還要來的高 1.08 即使他本身 他沒有什麼 特殊的 卡牌的性質 像譬如說我們簡單講一個舉例 德國因為卡片會送德嘛 所以需要 比較多的經驗值 印度會送村民 所以需要 比較多的經驗值 阿爾他因為他卡片會加2%的生命值 所以需要多比較多的經驗值 那你說義大利到底有什麼 你憑什麼為什麼要給這樣子的經驗值成本 其實一方面簡單的考量就是 打所謂的資源卡這件事情呢 他不算是 實際 本身的資源量 他不會算成收集量 他進到輪巴底之後慢慢 給出來的這些資源其實都不會列入 這場遊戲內的採集 所以他可以給到很多 非常多 以前 以前更多嘛 是這一次的改動中又把他往下修了 所以 就會變成說 好那 我給這麼多 我需要一些懲罰吧 我給的比一般的卡片還要多 這個 我覺得就是一個懲罰機制 這樣子的情況下 所以就去調他的經驗值 再來是調建築師 因為建築師能夠 他的實戰性實在太差 所以在那時候就想說 好那把他成本往下修 訓練時間變短 可以更快的 去把輪巴底造出來 現在放資源的 這個一次放多少呢 從原本一次放300變成250 直接把上限增加 所以就多按幾次這樣子 送的一些兵我們把數量增加 這張卡呢其實是 10代3的一張 裝甲手槍兵的兵卡 他本來是一張無限卡 後來這個無限卡在打團太強了 所以 大家 應該說製作組就直接把他 砍掉了 好再來是原住民戰士 這是一張新卡 但其實對 義大利來講 並沒有影響太多 反而是 坡旁盟友這張卡 坡旁盟友這張卡在當時 因為義大利很喜歡打這種 實在是 強 強力直升的流程 什麼高等政治家 強力的直升 直接把坡旁盟友打出來 那個時候是 老練 加上 護衛坡旁衛隊都是 設定作用中 所以你等於花了 1000金 對啊這個太 對義大利來講太容易了 他露木丟進去直接變1000金之後 坡旁盟友打出來 護衛等級 而且不佔人口 所以 非常的可怕 非常的可怕 好在這 這一個改動中呢 義大利就直接 喀 的一聲直接掉下來 因為那時候大家沒有什麼方向 我們的這個 在下一個版本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還是沒有寫 其中有一個版本是直接把波士尼亞 的數值 直接砍 砍掉 這個 這裡也沒有 沒有關係反正 我印象很清楚 有一個版本就把波士尼亞的數值給砍 那接著我們 進到 在下一個版本 這邊是改破跑盟友 在下一個版本之中呢 去改了義大利的 懲罰 又把基本的 1.08調成1.05 又把它改成1.07 接著 他做了什麼呢 因為 AOK開始肆虐了 他的戰術開始 壟斷 或是長期的佔據了整個天梯 那這個時候官方做了什麼呢 首先是把 建築師生命值下修 減少 倫巴底的 生命值 還有這個 神射手他的暈眩 也去降低 讓大家 不要時代4一直出神射手一直搞暈眩 然後降低號角音量 馬可波羅這張卡以前很強嘛 把它移到時代1 4個 4個卡 卡 卡爾維林喔 看一下原文 4個長重 現在變3長重 時代4看一下 對 這張卡 原本4個 好像改成3個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 義大利 尤其是這種偏打直升的打法 他就 你對手破擊砲嘛 一定會出陰砲嘛 那就開始搞這個4長重 一直在那邊跟你拉鋸 到最後變成長重砲互射大戰 再加上 義大利他本身的文明性質 他的 長重砲 是有特殊升級的 又比一般的 長重 還要來的強 所以 你長重護射的時候 其實會輸的 其實會輸的 所以 這就導致了義大利變成 以長重砲作為一個 防守反擊的一個 非常常見的一個 主流玩法 所以就變成下修了 變成從 4個變成3個 再來又是一些奇怪的改動 那時候他不知道為什麼一直想要改 帝國時代的 這個 神射手 給他一個加5%的遠程抗性 然後改 一些什麼升級 這些其實都 還好 就是影響不是到很大 影響最大的應該就是 神射手 的暈眩 還有倫巴底生命值 還有建築師 接著呢 又下一個改動中 我們來看一下義大利人 這個時候又修正了 時代5修正為5% 他上一個版本說不是說 5%嗎 這裡 那結果因為沒有實裝 所以在下一個改動中呢 就再寫了一次 紅三軍因為BUG的關係本來只有 義大利人可以吃得到 不知道為什麼 會 寫錯了 現在就把這個BUG修正 在下一個版本中呢 遠程抗性 增加為 20% 他這邊沒有翻譯出來 他其實就是我們前面一直翻成這個很長的什麼 貝爾薩 列里 這個兵種 就是 義大利的 這個 神射手 所以就又是改他的遠程抗性 這邊又把他移除了遠程抗性 一直改來改去改來改去都在改這個遠程抗性 改了好幾次 就反覆的從 這個版本去改什麼加5%遠程抗性 帝國時代 這邊又說 喔這把他修正成5% 原本不小心寫成了0.5% 現在又把他改成 25% 又把這個 時代5的這個 帝王的5%又把他移掉 就改來改去 再來是新卡 新卡是時代2的1000肉 時代31000目 這個原本因為 波士尼亞有削弱 後來波士尼亞又 稍微把他改成 近身之後 又再次的把他改回來 所以在前面的時候 有沒有原本你看 原本是4-4 改成3-4 在這一次的改動中 這個 13.58326的改動 把他改成又把他改回4-4 因為波士尼亞這時候的 數值 已經改成用近身的方式 所以 就再把他改回來 再來是鋼製弦 原本鋼製弦強得可怕 那基本上 這個鋼製弦 主要還是以馬爾他人用為主 所以義大利人只是連帶受到影響 馬可波羅本來是 團隊的這個 武士道 那現在直接把他改掉 只增加25% 對但是對 打寶 喜歡打寶的玩家來講 還是 蠻有用的 接著 在 又一次的改動中 前面我們不是看到說 倫巴底什麼 血量被砍嗎 什麼 建築師的生命值下修嗎 這時候 生命值再度下修 這邊我們往前看一下 原本這裡 13.27885的時候 從300變275 血量這邊 倫巴底血量下修 那這個版本中呢 又下修了生命值 並且 你能夠一開始訓練 從5隻變到2 就是因為 AOK在不斷的摸索當中 歷經了 前面的這一個 條這一次之後 他開始體悟到說 蓋倫巴底這件事情不重要 說 很重要 但是 蓋哨戰這件事情 更重要 那就變成 我給你的 建築師 開局就變少 我不讓你 一口氣可以在 10代2訓練出5隻 然後一直瘋狂蓋哨戰 所以 建造哨戰的時間就變長了 建造TC的時間也變長了 因為你身上傘一定是拉建築師蓋TC 建造城牆的時間 也變長了 但是 AOK還是一樣 連勝 連勝了107場到現在 所以 在8月的改動 才會動了什麼 第一個 直接改 不可以蓋哨戰跟城牆 這夠痛了吧 總是讓你蓋不了了吧 但是我們今天就要來看更可怕的東西 就因為他們這樣子 而產生了 所以 大家常說一件事情 當初 德國經歷一戰之後 為什麼 二戰德國會變成這樣子 相信大家歷史有讀過 這邊我就不多說 其實很多這種 外在的因素 還有內在的影響 局勢 可能會不如我們預期的 走向了一個 更邪門 更 讓人難以掌控 的一個方向 所以本來他是一個好人 他是一個可以正常發展的一個文明 但是因為呢我們 二十二他各種各式各樣的 我們覺得他過於強勢的地方 他就走向了一個不歸路 他就不當畫家了 他決定先起一場 影響全世界的戰爭 這樣大家講應該可以理解 這一次的改動 意大利有變得多可怕 其他這邊的改動 這邊我就不特別說了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有小型貓咪投稿的三場 意大利 怎麼樣變成 我們親手打造的 怪物 這張地圖是 蘇德沼澤 非洲圖 對手是 BBBB的德國 然後對上了小型貓咪 的 意大利 開局一樣 下市場房子 但這邊不是走AOK流程喔 不是直接補輪巴底 好這邊木頭直接讓市場 起來 起來之後可以直接把科技點出來 這樣你儲存的速度會稍微快一點點 我們來看一下卡片 這邊還沒有寫 然後這邊其實就是三種 呃這個等一下 我們看他選哪一個 應該是選堡壘有TP的那一張 哪一套卡牌 好 這邊就直接來補交易戰 他流程會稍微放快一點 因為這邊前面的流程就是一開始 意大利剛推出的時候比較常見的一個做法 市場 開科技 加TP 充時代3 第一張卡先發資本主義 那在以前的玩法中啊 他除了這個 時代1的這張資本主義之外 那我們還有一張 接著就會去發 譬如說像時代2的 無非之美術館 慈善當鋪 好就這兩張卡 之後再去發 高等政治獎 就這 這幾張卡 做一個銜接 然後很快就上時代 你不太需要去發 幾百金 那這一套打法是 等一下會去發 七百金 然後升級的話呢 升級是選這個 總督 總督是一塔兩百金 那就可以看到就其實 欸 蠻正常的 就是補房子 TP 然後 後面還補一個輪巴底 這樣子 好 一塔兩百金之後 接七百金 這邊自己村要彩金 是因為我需要再補 兩個 建築師出來 建築師基本上 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補輪巴底跟房子 好 高等政治家打了之後這邊升級選的是主教 因為我的高等政治家給的是上三 所以他除了給一個TC之外 還會再給經驗值箱 這個新版的 已經變成成魔的 義大利基本上 不交流 你只要看好你家附近的 資源區 不太需要知道對手在哪裡 好 你等對手來打你就好了 好 這邊再補一個 建築師 然後補一個堡壘 好 再來就是這個流程開始 就是 沉魔的關鍵呢 首先 第一個就是這個堡壘卡 他除了讓你 有一個堡壘之外 他才額外增加一個 建築上限 也就是說 你打了這張卡之後 其實 現在場上可以有兩座堡壘 那如果你沒打這張卡之前呢 你的建築師 就算打了這個 名為共濟會的卡片 也是沒有辦法蓋堡壘的 好 這個這一點要跟大家說 你只能蓋少戰 你只能蓋少戰 所以在發卡的時候 就要看一下現在的情況 去做選擇 如果你確定對方會快攻 你也可以不要選主教升級 你可以選送兵的 像神槍手之類的 那你會說 這樣 好 讓建築師能蓋 那他蓋的夠快嗎 我跟你講 超快 建築師蓋 蓋堡壘真的速度超快 你看幾秒 20幾秒而已喔 你拉4隻蓋只要20幾秒 然後我現在是3TC在營運 我兩個堡壘蓋在這邊 你正常的歐洲國民 不管是什麼國啦 誰來都一樣 根本沒有辦法破這個陣 這個比傳統的什麼 葡萄牙大名兵的聯防 還要更誇張 還要更 更誇張 沒有辦法處理這麼多堡壘 更不用說他只要20秒就蓋得起來 我連中座聖殿都要蓋30幾秒啊 這是免費的 這是免費的 然後更吊詭的是 這一個堡壘他本身的 建造經驗值跟殺戮經驗值是一樣的 這時候小型貓咪又發了什麼 規模防禦攻勢 增加哨戰的建造上劍 還加強跟堡壘的生命值 你看這堡壘生命值直接破完 上市呢 也很特別喔 在過往呢 他除了 現在這個選項 教宗之外呢 其實比較想選的是什麼 中座瑞士警衛 他送這個教宗國瑞士警衛兵啊 護砲啊 好用啊 要不然你也可以選後勤人員啊 再攤一輛堡壘馬車啊 在這邊選教宗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等一下要拿經驗值 去把時代4的卡給發出來 有哪些 重型防禦攻勢 強化的建築物 你的 義大利這邊直接變成一個 有在跳 這個 建築物的阿茲特克 就靠這些卡去把 整個方子 建築物的血量 真的攻起來 這邊開始去拿經驗值箱 加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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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來 然後直接 重型防禦攻勢 再來是強化的建築物 你看到對手這邊 以及是有打特殊的卡片 磁帶3可以訓練破擊砲的卡片 但是 完全沒有辦法阻止 義大利 繼續搞他的龜龜流 有 看這邊堡壘已經血量來到了15750 強化建築物打過之後這邊直接來到了19000 TC來到了9100 但是 這樣歸下去 並沒有完成所謂的 破勝關鍵 破勝關鍵還是取決於革命 這就是最吊詭的地方 義大利已經選擇 不當 義大利人了 他徹底走向了一個 不歸路 正式的成為一個 怪物 異異美國人 強勢問鼎 天梯 最強文明 他其實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為在這一次 美國革命加強的非常 多了非常非常多的卡片 再加上美國本身這個 堡壘送機槍的屬性 只要建築師 產出來之後 我把堡壘 敵掉 然後再補 一個堡壘 就送兩機槍 敵掉再補一個堡壘就送兩機槍 我堡壘該很快 我20秒拿到兩機槍 比我正常收集資源自己產還要快 我可以海機槍去打爆對手 然後也可以藉這個海的過程 獲得大量的經驗值 去把 優秀素質的 美國兵卡 給把他打出來 像什麼 這個 然後還有這個 華盛頓的大陸子彈兵 普拉斯基 普拉斯基 然後一些奇奇怪怪的卡 他其實 都非常的超值 非常的划算 就只要花少少的幾個資源 然後就可以 拿到數值非常誇張的一些兵 直接打進去 德國沒辦法處理 只能投降 這邊義大利已經開始恢復營運了 你還是可以繼續用倫巴底 去轉換資源 他也發什麼 大陸輕行槍騎兵啊 這類型的卡片 他都幫你把數值升好了 然後你還可以自己訓練 這個德國看起來好像有一些想法對不對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Under這邊怎麼想 要怎麼破 這一招 有兩場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一樣 陸地圖喔 墨西哥 開局一樣下市場防射 拉克塔這邊呢 讓村民採完資源之後呢 就直接下帳篷 那等一下就直接 來 打獵 那這邊 Under這邊是用一個 轉換啦 就是 開市場的一個打法 讓你可以提早去把獵犬科技給開出來 賣肉 拿金 買木 然後去補一個帳篷 開獵犬 好 把肉賣掉 買金買木 然後這邊再補個帳篷 這邊先把肉趕到 集中一個地方 然後把帳篷補下去 所以現在 拉克塔 在開局也是充滿著 許多的小細節喔 他前面其實大致上是相同的 但是我們要看的是 拉克塔要怎麼解這一招 因為小貓這邊的流程是一樣的 一樣是資本主義 一樣是七百斤 一樣是高等政治家 一樣是直接充十代四 都這邊前面都一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拉克塔想怎麼做 這邊上二選的是傳訓者 快升的升級 其他這邊拉了大概七春彩木 然後兩春往前走 要放前置 好上十代之後呢 第一張直接先發四伏馬 有點可惜的是 四伏馬並沒有辦法 從作戰小屋出來 木頭差了一點點 沒有辦法 即時的 在 斧頭馬還出來之前 就直接可以從前面出來 這邊變成從家裡出來 第一波時間有點慢 這個時候小型貓咪 牆也已經圍好了 所以這個時候 面對輸主 小型貓咪也是 有備而來 好四伏馬來了 來看一下第一波騷擾有沒有成功 好這邊看到空空了對不對 好來了 牆 這邊想說有洞對不對 這邊想說有洞對不對 卡住了 卡住了 就是這樣 被動物給卡住了 進不去 不得其門而入 所以他選擇落後 他選擇落後 結果繞後 結果繞後 有沒有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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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有村民 直接進去 直接進去 老樣子 拉牆的時候不要拉著資源蓋 很容易有洞 還是以包起來為主 不然就直接不包這個金塊 先把牆 隔起來 但是即使這樣子 蘇竹能夠造成的傷害 還 或說拉科塔能夠造成的傷害 還是非常有限 這邊選擇發的是 三個交易戰馬車 我個人覺得 當下啦 我覺得under這個 想法是不錯 他如果正面這邊其實沒辦法對對手造成太多傷害 他就想辦法 把自己的優勢擴大 既然沒辦法對你造成一個 一拳 把你拍死 拍不死的情況下 那我先累積自己的力量 讓我下一次出拳能夠更重 然後 確保我能夠 徹底的獲得所有 地圖上的這些資源 然後 想辦法把你限制住 但是很明顯的是 義大利到目前已經被完成 跟日本很類似的文明了 日本還需要在外面蓋神社 但是 義大利不需要 變成一個徹底的 宅男文明 他可以 在家就可以過火 好 這邊發了 拉克托卡拉戰士 托卡拉 托卡拉士兵 然後再接了一張磁棍 我個人就覺得這邊磁棍已經有點多了 在看到對手有兩塔 的情況下 這邊再去搞磁棍 就 有點難喔 因為這邊小貓還特別去發了這個 邊境防禦攻勢的兩個哨戰 好 這邊也是順利的上山 選的就是神射手 不是選什麼 叫 主教 不是選主教 高等政治家一樣把他打出來 好 這邊就有一小拖兵可以做防守 然後繼續拉建築師去補TC 好 這邊開始把牆給拉起來 這邊拉了什麼呢 把酋長先圍起來 把他 做一間套房 獨立套房 避免等一下復活 然後一直在亂戳人 這邊拉科塔想 呃 對啊 拉科塔這邊也想得很清楚啊 決定直接衝實彈 這邊剛剛燒了一波 石棍戰士沒打到什麼東西 選擇上山 然後用跳舞的方式把戰球復活 升級送的是 升級選項是女智者 因為這邊會送肉 你這邊在帳篷附近 然後吃家裡的肉 會相對來講支援進 進帳的速度會比較快 這邊支援也囤夠了喔 準備可以上時代4 所以就直接三跳4 你已經預期到說對手是走一個直升流程了 這邊也不再演了 直接做三跳4的動作 那這邊破牆的關鍵第一個是持棍戰士喔 第二個就是撫騎兵 接著就是跳攻城舞 再來還有一張關鍵卡就是被俘虜的這個 被奪取的破擊炮 都是破牆的關鍵 上市這邊選的是酋長 這邊送了不少的木頭 可以把科技給升起來 好 這邊是被奪取的破擊炮 前面一樣再放個作戰小物 準備從這邊直接破門而入 打到這裡的時候啊 我是覺得 多出幾個破擊炮比較實在 前面應該補一個 小屋 這個什麼原住民小屋吧 去 多產幾個 榴彈炮 來破牆 不然這個時候小貓已經發完 高等防禦攻勢了 然後你這個時候再進去其實就很慢 即使你有跳攻城舞 然後你這個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義大利的狀況 這個時候義大利呢 其實上完四了 然後這邊自己拉 資源去產了場重 其實耗掉了非常多金喔 但這邊再有四十龍的情況下 其實還是很穩 把它可以往側邊去做發展 小型貓咪這邊其實就是拖時間 我把我想要打的卡片都打完 我再決定我什麼時候要革命 這邊後面繼續用建築師來補燒戰 你看到這邊只有三台榴彈炮的情況下 青TC跟建築物的效果 其實 很慢 非常慢 那加上出了這個瓦奇納即使是風雲的 攻城攻擊也還是很爛 好這邊直接革命了 跑出一堆美國人 然後再來就是機槍 機槍會從 堡壘這邊出來 然後就可以去 把瓦奇納給清掉 這邊出瓦奇納我覺得不錯的點是 他可以去處理革命軍 因為革命軍 遠距有煩嘛 所以如果出一些瓦奇納處理革命軍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沒有機槍又來了 這個就 瓦奇納就很尷尬了 在這邊趕快去拉了這個英雄跟 風雲的伏奇兵去處理這個機槍 這邊看起來好像推進的蠻順利但是 距離安德的獲勝之路呢 看似差一點 其實就像差了一個銀河系這麼多 這邊 堡壘連打 這樣子我等一下能夠 一口氣就可以建造更多的堡壘 沒打一張卡就增加我的堡壘建造上線 你看到這邊拉科塔人仿佛是在跟 無人的城市作戰 他所到所建的這些全都是建築物 他沒打到什麼人 除了剛剛一波革命之後的革命軍 除此之外他都在跟建築物作戰 而不是在跟人作戰 來了 阿 護衛卡冰槍 這張卡只需要500支援 直接衝進來 狂點猛點 清光了瓦奇娜 等一下又可以把榴彈炮清掉 把榴彈炮清掉之後 拉科塔也沒有攻城的能力 這邊美國的下一張卡 是 看一下喔 是這一張 摩根的大陸狙擊手 他會運送12個革命軍狙擊手 這個是 戰役裡面的一個特殊兵種 他不是美國的 單位 跟美國的狙擊手又不一樣 這個大家可以 自己玩玩看 好那這一場看起來 拉科塔 因為他場上的兵部隊都死光了 只剩這個榴彈炮 他很清楚 只要對手這邊一直把 堡壘蓋起來 低調蓋起來 低調蓋起來 他就可以刷出無限多的機槍 他根本沒有辦法處理這些機槍 而且卡冰槍也出現了 好沒有辦法處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一些免費的單位 比如說像是資源的部分 Under這邊有 56 然後 小貓這邊有49的免費單位 經濟的部分 你看贏了這麼多 蛋就是打不死 就打不死 接著我們來看第二場 Under怎麼嘗試 去破這一個 破這個1億美國人 我們這邊給Under一個上述的機會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表現如何 剛剛地圖是阿拉伯半島 中間有一個圓形的交易路線 小貓一樣開局4場 房子然後接一個交易站 拉科塔一樣4場開 把洞趕回去之後呢 補個帳篷 然後順便把獵犬給補了 一樣是 賣肉 金買木頭 但是如果你有打到木寶的話就不用那麼麻煩 要賣肉了 這邊已經進化成了堡壘 這邊已經進化成了堡壘 先再補一個TP之後再回來補房子 然後肉都趕在TC底下 要成為宅男的基本要素就是 動物在家裡 上二一樣選的是總督 這邊很早就開始把這個木牆給拉起來了 但你看到木頭其實不太夠 還要拉村民來蓋 不是拉建築師 因為建築師蓋不了 建築師能拿來蓋蓋房子 蓋蓋倫巴 好 蘇子這邊呢 也是上時代很快 上完時代之後這邊 很有趣喔 前置一樣有前置 但是並沒有發斧頭馬 接著又補了一個七百斤 準備要上時代 這邊算是比較快的就先把個三個TP給搶 然後並且把交易路線給升級 好開局這邊 五隻棒棒 五隻棒棒在這邊燒交易戰 然後點這個 科技 然後再補優秀的獵人 這邊一樣五隻棒棒去看一下有沒有東西 可以稍稍稍看 上三選的是女智者 會送這個牛 然後順便加採集的速率 好這邊對手的攻擊會已經來了喔 準備可以下堡壘了 這邊選擇先打的克風 沒有先打堡壘 然後再等一張卡 那這邊選的也是有送兵的 而不是直接就直接衝TC出來 這邊安德選擇發一張八春卡喔 想用 春卡 去 爭取自己的時間 我現在有三TP 加上我多春卡 我等一下上次我可以出很多 時代式的優質的兵 儘管要升級數值什麼的 但是這樣子我可以很快去做到 然後這邊上次選的是傳訓者 也就是說他其實上二的時候呢 選的應該是送木頭的 好這邊傳訓者留給時代四 直衝工野速度非常快喔 這邊補到11分 順利的上了工野 那接著一樣是被奪取的榴彈炮 那這個時候小貓還在時代S3 還沒有上4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場 Under是有機會的 你要破這個打法 真的是要想一些比較 積極的戰術來做 但這邊 Under如果再不把炮推過來 他這兩個堡壘都要好 只花了4隻的建築師 結果花了20幾秒 就把這個鋼炸家堡壘給立起來了 好 榴彈炮開始往前走 這邊我一樣啦 覺得瓦奇娜出太多了 流彈炮 然後 我們要打 你沒有個五六座 要破這個城真的太久了 這邊選擇直接打TC喔 但其實沒有辦法阻止 因為拆太慢了 對手很快就知道說 你想要打哪一棟 我把那個升級選項切換成 後面自己棟就好了 這邊一樣打出了大規模防禦攻勢來增加生命值 然後等一下再打建築師 建築師也打了 強化的建築物打了 這邊新塵賽已經11250血了 喔 剛剛看錯了 大規模防禦攻勢喔 還不是強化的建築物吧 這邊還沒上市喔 所以這兩張卡還不能打 這邊剛剛打的是這個 大規模防禦攻勢 好 這邊等上市 上市這邊選教宗 一樣是為了拿他的經驗值 好 這邊一樣一直在刷攻馬跟閃 那我就覺得你這邊不如多出幾台 榴彈炮 你多出幾台榴彈炮 就不會拆得像現在這麼慢 因為拆到現在 我們才拆掉第一座堡壘 小貓也順利上了時代死了 接著是高等防禦攻勢 還有強化的建築物 然後馬其娜一樣是要防對手的革命軍 但其實出攻馬我就覺得 似乎不是這麼的有擊破性 還不如多刷斧頭馬 趕快拆城 或者是出吃棍 好 這邊準備要革命了 好 這邊準備要革命了 這邊再拉建築師再補一個新城塞 然後花金去換了教堂的重傷主義 想要多拿一些經驗值 等一下上時代 也不用說上時代 就革命按下去之後 要有東西可以點 不然沒有經驗值很尷尬 好 這邊確保了 革命下去之後有東西可以點 直接就再補一些倫巴底 然後等支援夠 就可以上 直接革命 好 一樣這個剛炸家堡壘真的是越來越難打 本來9000血已經很不好打了 現在變成19000多血 Oder看現在這個情況 飛不太動了 直接把TP升成火車 那一樣就是工程單位過少 都是攻馬 攻馬這個拆城超爛 好 一大波的革命軍 這個時候瓦其娜可以排上用場 但是有機槍 所以這邊就不是很好說了 這邊 革命成美國之後 做的事情很簡單 把對方的炮王實力打 讓他破不了城 你就贏了 好 這邊點了 大牛 拉科塔 托卡拉士兵 然後順便把這個加生命值的 阿奇奇塔暫時也打了 讓他們可以在 所謂的義大利無人 無人城市中存活的久一點 歐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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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一張這個大陸的新型槍騎兵 李將軍 幫你升護衛 護衛卡冰槍騎兵 一起用 打一個美國軍隊 大陸軍隊 加生命值 然後並且把你所有 革命軍變正規軍 他這邊寫這個護衛正規軍只是一個名字啊 實際上並不是真的護衛 你只要知道他是個正規軍就好了 並沒有護衛正規軍這件事情 就是 表面上說的跟實際的數值是有差的 這邊強行的打一波跳攻擊力5 A進來 這個時候Ander就發現 打不贏 好這邊感謝觀眾的訂閱 Ander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投降 其實道理很簡單 第一個 這個 分叉 再來 堡壘數量 跟防禦建築物的數量 他深刻的感受到 自己的推進 速度已經輸了 當這邊只要交戰一下子沒有分出勝負 下一張卡 這個 像這個什麼 聚集手 或者是剛剛看到的這個 在哪裡這個 這張卡 這張大陸軍隊 打完之後 他攻擊會稍微再提升一些 他根本沒有辦法處理 更不用說後面的機槍 八台機槍 這個一下下去 風雲瓦琪娜直接全貴 然後 馬公在這個地方就會被革命軍打架的 就算打贏這一波 他場上一樣沒兵 就只剩這三台榴彈炮 慢慢拆這個塵 拆完之後他再補 建築師再補 就一堆機槍出來 就是這一招 會被稱為怪物 甚至是 已經成為魔了 沉魔了 成為這個天梯上的惡魔般的存在 那以上 義大利 意義美國人 堡壘流戰術 分享給大家 大家看一下要怎樣 自己去實際嘗試啊 或是思考怎麼破解 我覺得都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 也是覺得 這應該是要給製作主一個很明確的方向說 當你發現 某些玩法過於強勢的時候 你去刻意的去 遏止他有時候反而會催生出更可怕的東西出來 以上是我 個人的小小看法 還只會持續的分享 世異帝國系列相關的 更新資訊 或者是紀錄檔講解 那不要忘記按下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